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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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谁 帕克 双倍的帕克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上QQQ 这会更不上了 不管他了 应该是杀不掉 哎 牛头来了 牛头和TS来了 吹一下 野后帕克逃火 牛头有没有机会 啊没有 每个A一下 每个都想杀 想等一个吹风的CD 躲一下踢 没机会了 都是有 都是有魔法的 这个利昂的基本攻势很好 滴滴滴 各种反补 还一下这个小兵的经验 昏到了 用了一双鞋 看二对利昂的话 虽然补刀没优势 但是 跟他一个拼血的话还是有优势的 因为挂那个兵球可以回血嘛 我就吃个树 弱子也要看到了 像 拼得非常的凶 这拼得非常够 我感觉的 刚才她那个洋化都没什么必要 可能是担心 可能他们也没演 担心是有人过来干他 但是我们这个阵容 没人可以游走的 没控制 除非是精力带的那种非主流斧王 小狗斧王暗暮帕克 没人能游走 对面的 TS和牛头一直不见 对面做中路也是比较担心 又一直找虎王了 最后被带走了 对面打的也是很有目的性 因为如果虎王打野打得很顺的话 我们就是四个发育点 下路一个中路一个上路一个 虽然线上少一个人可能会劣势一点 但是发育点比他们多 对面打的也是比较有目的性 就游走在你中路和下路 哎 这里是一个隐身力量 我可吓死我了 他们就是一直在 我们的中下游走 给我们施加压力 他们两个人不见 其实我中路也是比较害怕的 因为是没有眼 就是要多观察力量的走位 力量好像想冲 这边也是 小鸡救我一命 我想过来 拿装备 迎接我的小鸡 逃过一些 力量到达6级 一个磨平 力量好像也没打得多多少钱 下路 TP过去 有机会能带走 一个激速冷却 且一个吹风 不急先A打 一个吹 再A一下 他怎么不A那个进展兵啊 A这个法师兵A了那么久 他跑过来把我法师兵给A了 我看出他要那个 看出他要A法师兵的时候 我想回头A那个进展兵 结果是没A到 才失了一个小兵 力量是到上路进行了一波关卡 我刚说力量力量不在了 上路直接是把精灵弹弹给秒了 哎呀下路 没有有机会 迎吹风 我这人头让给你吧 毕竟我们前期是那个 压力比较大 他们那个他们的阵容比较好 一直一直压着我们打 中路是一个军事 下路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野区和上路是崩的比较惨 这时候能让后期人都尽量让吧 金蛋蛋上路是混不下去了 跑到中路来抢劫 贴个进化 买个拳套 这个拳套 多一会儿是用来出影之灵看的 再打一点钱 我现在也是 惊奇状况一般吧 大魔棒 一个鞋 小狗 小狗应该是想钻兵 但是 一级的大招只能钻自己的兵的 可能他玩小狗玩的比较少 把中路让给金蛋蛋补吧 他现在才三级 他没到六级之前没什么用的 这里暗幕 我刚才不应该打那个信号 我刚才打了一下信号 我是想提醒他一下 提醒一下他 我要过来了 但是他那个 这个走位实在是 把自己给暴露了 这波 抓不到了 走吧 帕克到达了四级 开了个加速 哇 四个人 对于打得真是凶啊 下路杀完杀中路 结束非常快 再打脸先 防自己的影之灵看打起来 诶 中路杀完又上上路 真的是凶 滴滴滴 滴滴滴的恶魔巫师 牛头 结束冷却 A一下 再A一下 一个吹风 一个雷霸 哦 没吹到 非常的尴尬 再A一下能不能A了 A不到 小小来了 这算了吧 没F到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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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 刚才 刚才失误了 一个空吹 把精灵弹弹给害了 吹到的话 那个小小就是 肯定会挂掉的 影之灵看是出来了 这时候局面非常的不利 埋子引吧 想想这时候干嘛 加速妖鬼 这位是 鞋子先锋 三个人集结到了上路 我也到上路吧 看看能不能杀一下这个妖鬼 妖鬼发育是比较顺 一开始放空 中大打前两分钟 然后 这边一个牛头 小狗狂暴开得晚了一点 我问题不大 吹风 吹到了 急速冷却 有人TP了 先看个眼 看看是谁 利昂 放一个磁暴 上个影之灵看 躲一下穿刺 啊 贴死人是没踢到我 先切个隐身 感觉自己不太安全了 找一个 隐蔽的位置 带走利昂 上个影之灵看 TP 啊 这波打得 比较 比较猥 最后是 补了一下 利昂的人头 就会是马上要做出他的相位鞋 这边 这边 一个鞋 一个大魔棒 一个影之灵看 啊 感觉还是 太穷了 因为平时玩卡拉的时候 经常会感觉 打得比较顺 呃 十分钟的时候 经常就是什么 相位 然后就已经快要 战苦了 吹风 吹到了 杀利昂 杀利昂 诶 她 走了走了 没得打了 TP了两个 不知道小狗为什么没有开狂暴 不会没看到利昂吧 可能是没看到 啊 小狗也是说她没注意 我这次没注意脑袋有点晕了 小小 又是把腐王带走 腐王真是 很悲剧很悲剧 开局打野 被人 被人游 然后 现在到线上补经济 因为她是被游的比较惨 没什么装备 到线上谁都可以欺负她 刚才就是一个小小 就把她单杀了 根据就是一个VT二连 直接秒掉了 帕克 还想追 一直到 一直到要 要走了 但是被帕克大留住 给雷暴一个吹风 吃了一口魔棒 啪个飘过去 A一下 一个沉默 切个急速冷却 吃个魔棒 上个影之灵堪 带走 我 我 我 老会带一句口头残 比如自己死了 或者怎么样 总会打一句靠 他现在也会了 真是学习能力响 急速冷却 影之灵开 这个沉默 这个沉默放的有点晚 刚才 帕克卡位的同时 如果早一点放沉默 就在那个 王快跟上的时候 亮回头的那一瞬间 放沉默的话 可能是能吼住 这就是一个 小细节的把握了 小细节操作 不太好把握 牛头是大放的 有点多余 牛头应该是要挂 这波感觉我们已经有点打回来了 对面 对面五个英雄 四个是有控制剂 然后 整体爆发非常的高 这把握是选择出假腿 假腿效果好不好呢 试试看 哦 被秧了 一个刺 刺了三个 非常漂亮 一个大带着虎王 切了个吹风 这时候没用 是想要 看对面追不追 这的话 有机会反杀 马上是要刷16分钟的神死了 双方对斥着 结果 服刷在下路 非常的尴尬 这攻速打不起来了 哎 我看 这个吹风 急速冷却 接雷爆 好 带走了 下服应该已经是被拿掉了 不去管下服 五个人直接破中塔 快向服 又不放这个大招什么意思 是想打吗 府王又被扬了 这个位置过于深入了 一个很极限的伯葬 一个吹风 擦一下 A死了 这伯葬给得非常漂亮 切一个冰墙 是不是打不了了 走吧 看这个英雄的使用的话 我觉得 首先你是一个技能 切技能熟不熟练 然后就是什么时候 放什么技能 比较好 反正卡尔最重要的是 就是起手两个技能 是比较重要的 就比如你Gank的时候 可以切一个急速冷却 加一个什么什么技能 后期打团的时候 后期了 一个雷暴 就是雷暴和冲击波 作为起手技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吹风的话 最后团战留人的时候 或者救人的时候 放 比较不错 下路这边打起来了 一个退 一个影之灵开 放个冰墙断下后改 怎么样我已经杀到了变态了 经常我玩卡尔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这边 有牛头的情况下 经常是打团 我看一个位置很好 能吹到很多人 我一个吹风雷暴 然后牛头也是看准 那个时机一个跳大 伤害是全部没有 非常的尴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然后后来 我就意识到了 卡尔这个吹风 在团战是会可以乱放的 看准备放 在后期 最推荐的七手技能 就是磁暴加冲击波 确实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一个磁暴 接个冲击波 然后后面的技能 可以选择 接一个那个地狱火 这三个连招打上去 如果打中的话 伤害是非常恐怖的 战鼓也是出来了 这时候 一个力量加腿 一个战鼓 一个 先把我送这给解回来 这样我就多了一点属性 战斗力又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现在我战鼓 影哲铃砍 假腿 力量腿 大魔棒 是1442的血 非常柔 又给香味 先锋 估计 应该快38了吧 很长时间没人管他了 没时间管 不过这时候也不要着急 只要我们这边小狗和我 比较肥的话 后期是 跟他们可以抗衡了 不用太盲目的去抓优鬼 因为这名 玩优鬼的选手 我也认识 他那个防干克的能力是比较强 他就是 小地图没人了 他就不出来收兵了 就不刷钱了 然后有时候吧 就是我们 在快要走的时候 他忽然上来补一个刀 然后我们又过去 他那路去找他 然后他又回头 打得非常的箭 那是有眼的情况下 没眼的情况下 他就是完全完全不出来 一个吹爆 这冰墙放的没什么意义 有点多余 这边是不停地在被塔打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个TS应该是要挂 牛头是给了一个大招 直接追这个牛头 不进去了 听起来有可能要被反杀了 走了走了 上领之灵开 到下路跟一下 牛头应该会 跟过去想要杀这个 暗幕 我的目标不是优惠 是牛头 小虎过来了 牛头果然是在 吹一下 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一个冲击波 影之灵开 再跟一下 我消消跳到了 完了 我还是 在骗自己 给自己上了一个影之灵开 刚才我的魔法是172 切隐身也没用 放不出来 没磨 要怪般的杀戮被终结了 小虎也是挂了 幽鬼也是被小虎带走了 那这不还好 等待复活的时间真的是蛮长 穿刺 一个T 看一下 小瞧人家 在对面控制多的情况下 抽A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刷技能刷得多 可以在那个远距离 你可以远距离作战 吹风雷暴 冲击波地狱火 这些都是可以远距离释放的技能 抽A档增加一下 刷技能的速度 团战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比较大 卡尔这个英雄确实 非常非常全面 模型也帅 这也是大家喜欢玩卡尔的原因吧 特别飘逸 这两个人 对我有想法 利昂是有粉 利昂到现在时都没有做出跳刀 他是 太积极的干客了 我觉得这时候他找一条线刷跳刀比较好 对面打得有点急 帕克跳了 跳刀了 一个雷暴 重击波 对面像那么这么顺的局面可以完全可以找到时间补一下 把牛头利昂这些关键道具给刷出来 有鬼会药 牛头跳刀 利昂跳刀 这我们就非常难打了 对面死了两个 推一下追中堂 咳咳咳 对面人是快复活了 先撤了 下路 府王继续在补治经济 我这时候就打一会也吧 把线上让给 他们更需要钱的人刷 毕竟府王出了跳刀和没出跳刀完全就是两个英雄 打这种局面的话 我觉得府王不用出肉 直接出跳刀就行了 帮我们控制住人 你出了再肉 你控制不住人 一样是没用 一样会被人放风就放死 咳咳 不敢从野去过去 这边的人也往我这边靠了 这边的人也往我这边靠了 吹风雷暴 从击波A一下 带着利昂 有所正位置要放大 开个战鼓跑 加个影子听看 小狗来了 流流鬼 给自己上一个灵动训捷 不停的A不停的A 输出非常高 切个吹风流人 吹到了 TS 吼一个 好 吼住了 非常极限的一个吼 非常极限的一个吼 在那个 TS放出T的一瞬间吼住了 从击波 骨会合 A两下 被晕到了 牛头是被带走了 小小雨跳到 竞争树林这个位置 吹一下 有没有 非常极限的一个吹风 这个吹风 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吧 刚才 我追小小的时候 是跑到那个 我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面 去放吹风的 这时候他看不到我吹风的那个 角度 这大家也平时注意一下 就追人的时候 利用一下地形 如果我直接吹的话 他就会看到我吹风的位置 就可以直接跳开了 然后就是在走到小树林的时候 一个预判 然后是吹到了 我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这时候我觉得 双方处于一个差不多的局面了 我们这边的装备差不多都起来了 我精气球 撑起来非常肉 小核是必章 不过对面幽鬼的话是快挥药 我们这边斧王是一个小圆盾 一个挑战头巾 吹风留一下 杀不到了 刚才我是 我是觉得那个暗幕的踢 是踢不到他 我想要吹风留一下他 然后 没想到 阿姆是踢到了 这里是我的失误 我是跟阿姆说 以为你 留不到 阿姆说我下位鞋 我还真没注意他下位鞋 也没注意对方的鞋 反正 看这个距离感觉是留不到 他可是上了 一个大招 小谷还没急着出来 还在人 又会破了下塔 顶着A了吧 顶着A了吧 再给你们听听看 扶到了这个塔 身上经济是2200多 还差700多就A帐了 我也是跟他们说 快闪了 回去收线 我要A帐了 打一波也升到17 他升到17就会玩得比较爽了 因为是大招身满了 刷技能的速度 非常快 好17节 还差550块 A帐 上路射一波 这时候地图没人了 对面可能要抓人 来了下路 他肯定不是一个人 我还不是一个 小谷开到了 开了个狂暴TP 这也是 拿他没办法 平衡一下雪亮 一个吹风 还差200 还差200 这边应该是要拿我们下路的二塔 我能打到A帐 我再回去 好 A帐是出出来了 你要往这边走 打起来了 等一下等一下 先拿下A帐 吹风 雷暴 冲击波 帕哥 帕哥给个大招 放个地狱火 这个位置非常的 非常的爽 灵动性别 再切个急速冷却给你拼了 小谷非常极限的 还剩一丝血 好 这波团打得非常漂亮 这波团打得非常漂亮 胡继补不及一波 空闲时间和队友聊一下天 王说他跟牛哥单挑了 我也是跟 对我开开玩笑 我说 我单手就可以杀掉牛头 最近 天气是越来越冷 身体单薄的我 嗓子好 确实 比较不舒服 这时候就是 甚至单薄的缺陷了 有空的话 我是比较想要去 健健身的 健健身主要是 目的主要是一个 穿衣服好看 我太瘦了 来 这里吃了一个幻象 我说 小狗进我身体吧 来开个玩笑 我说还是进幻象吧 幻象走在前面 虽然幻象比较假 实际上没有挂球 我对面有时候 不会太注意 看到人就是直接 自己能往他身上甩吗 这边也是被清光了 会不会有人 哎呀 什么情况 你走走看 力量打了一个感叹号 应该是被眼发现了吧 应该是被发现了 这些金钱大刀了 一千两百多 接下来我准备出跳刀 我觉得 夹腿配跳刀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 身上放的两个技能是一个磁暴和一个冲击波 前面也是跟大家说过了 后期 这个技能起手非常不错 如果你有这种 你有跳刀和推推棒这种装备的话 也可以用冲击波和 冲墙起手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不过对面全是技能爆发 没什么物理说出 又是远程的比较多 冲墙不是太好用 冲墙主要是针对一下幽鬼和小小 所以我们是得回了 换不过他们 一个雷暴一个冲击波 哈克一个大招 这个位置给一个地狱火 放个冰墙 哦 幽鬼是不在 刚才是幽鬼的一个幻象 急速冷却带走了牛头 吹风 差一点 天火 我还好去带走了 我靠 别人在我的视野里面 我天火都没有中 我以后再也不玩卡了 我以后再也不放天火了 小狗什么人品 他只出了晕锤和电锤 小小的第一下晕了 第二下电了 什么人品 我个人 不太喜欢出电锤这个装备 感觉人品不太好 老是不电 小狗这么出装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人品好吗 我也是表示 能不能给我一个人头 前期被杀鱼们了 试试鬼拿了 不休之守护 小狗吃个隐身 去对面野区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时候我们得找个时机抓下人 进行一波推进了 一个力量 右头 看底下又是触电了 诶 怎么TP走了 我们人到了 用死了 没看到我们吗 咳咳咳 小狗刚才估计是 在不停的想 不行的判断 呃 他的想法就是 一个W 一个A两下 然后开个狂暴 瞬间带走牛头一个TP 没人可以打断他 然后是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边了 然后是没有看我们后面的人是已经跟上了 就是一个一个塔 就是2千多块了 就是2千多块了 这种大弹一吐激发的感觉 一个冲击波一个地狱火 好成功的放空了 不过没关系 没准备了 这时候上路不好推啊 推了一会儿会放大招过来的 留一下 一会儿开大 看能不能留住 急速冷却 冲击波 冲击波CD 我忘了 切个灵动训练 跟他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跳过去 跳过去 我们一TP下来 下路就打死来了 赶紧往那边赶 天火有没有机会 血量 天火带不走 而且我不知道他是要往哪走 先看清楚 看清楚情况再说 腐王也是跟我说天火 我怎么知道他现在在哪 我不知道他的走位 往哪走 看一下 哦这个位置 腐王在一阵狂笑 不知道在笑什么 这时候可以退高地了 给小虎三个灵动训绝 攻速好快 破了一路 还想拿中路 这时候走吧 差不多了 被扬到了 吹风 没吹到 看一下优鬼 有狗在后排 这时候我的火已经升满了 爆发非常的恐怖 有个QQQ 小虎真的是猛啊 我刚才都没注意小虎 以为他死掉了 这边也是在玩操作 看TS准备电塔 开了一个B章 暗暮也是反应非常坏 给了一个伯藏 激素龙卷 羊 他可是出道的羊刀 对面撒得没经验 打得太急了 如果对面打得不急的话 这马我们 我感觉很难赢 你看前面 我们阵容不好 然后对面前期优势又那么大 他们就是打得太急了一点 没有把那些关键装备给出出来 这边也是看身体在忘了 也不去拆了 过来先杀人 前期被干得那么惨 现在又要杀他们杀爽 我是打了一个5000多块的金钱了 出什么招枚呢 我也要杀人杀的手 出个双刀 下腿双刀 一张跳刀 看看这个效果 这要是应该要挂了吧 我吸回来了 好猛啊 不过没狂暴 没狂暴就没用了 有鬼争血量 一个天火带不走 我们这边的人是全部阵亡了 就剩我一个了 说我要1位5了 怎么样 气不气待 这边我们这边四个人 应该全部都在看着我 因为我说我要1位5了 他们肯定想看一下 学习一下 我打了16号 可能在心想 怎么还没上 不是要1位5的吗 想了一下 我说了一句 我怕 火人A他 剪优惠的奖 吹一下 放个雷暴 恶心一下你们 把他的标给跳掉 这样他就没有我的视野了 一个冲击波 一个雷暴 一个技术冷却 切个影神 在你们身边 见你们 对面没粉 就是故意走到他们身边 让他们有一个那个 冰霜的效果 急速冷却冰墙 效果被秒掉了 吹一下 雷暴一下 跳刀 那天火能不能带走 哦 这个没预看好 这一下这个小小 跑到哪去了 又是没摸了 打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看Qale赢了就是有点松懈的意思 把家庭卖了 冲上飞 我只想早点过去 过去调戏一下对面 这嗓子太难受了 吹坏了 想踢我吗 等一下我们这边队友赶到一波带走他们 打到这样也没什么意思 吹风雷暴 地狱火 冲水波 吹直了自己 急速冷却 切个灵动训捷 ATS 开始对杖 都比较危险了 先切个隐身 准备了 准备了我波帐 那我就直接上了 有鬼 没选择追我 吹风能不能带走 跳过来吹一个 都吹到了 带走了 說 是有鬼是在追我 冰墙 吃个魔棒 跳到好了没 好了 刚才是 好像是已经被幽鬼烫到了 不过那一瞬间是可以跳出来的 小火人带走牛头 我在后边不敢上 在后边玩小火人 给一个急速冷却 给我个脖杖我就上了 来个脖杖嘛 给我脖杖了 拼了 最后一下双方都拼死了 这期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Elliott 爷爷 Enfin 登店 也겼 你 有趣 他 睡点 什么 Cock dru 等一下 热